出什么事了 出事 只是在做梦了 我竟不是在做梦 你可认得我 不认得 你是谁 你是怎么进入我房中的 我告诉你啊 我呢 我本是青秋的一位小仙 亏得天机 直到在十年后 我与你有命定的夫妻缘分 所以今日 我就想来看看我未来的夫君 我是你日后的夫君 怎么看你这般神情 你是很嫌弃我的容貌吗 你很好看 此画可当真 我随见的女子不多 画像上的也不及你半分 那你可相信我刚才说的 你我日后 有注定的夫妻缘分 嗯 我这里有一串珠子 他日我若不在你身旁 便让他陪着你好吗 我这里有一个玉佩 送给你 这个送给我的 嗯 谢谢你 我一定会日日佩戴的 好 我也会日日带着她 那我们便说好了 你不可再娶旁的女子了 我一有空呢 就来看你 等你长大了 我便嫁给你 啊 四哥你这么想我 可真是高估我了 我脸皮这么薄 若是与你七八炷香的时间 清夜我就无需睡了 顶多与你一炷香 叶华她也不过就是 下个凡去立个结束 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你都要跟上去 跟得也太紧了吧 那咱们说定了 顶多一炷香的时间 要不然 莫怪哥哥亲自下去提你 四哥 你看 昆仑须下雪了 你跟哲言 这是第一次移动前来吧 你们应该去后山看看 昆仑须的雪景 你们四海文明 别说是下雪了 就是下火 我也懒得去看 一炷香就是一炷香 等我赢了哲言 你就要回来 不对啊 怎么算那小太子 也不过十岁出头 他下凡能做什么 算了 让你老凤凰先等一等 我下去看个热门 我下去看个热门 夕鸾无子 无翼足之田 其功不备其足弃 这凡间 倒与昆仁须一般 也下了雪 顺其限则 顺其限则 始月于诸侯 诸侯 诸侯亲之 容敌怀之 以正进国 行行不救 以免于难 停 赵哥你站起来 继继续往下念 是 疾欢子交叹奢侈 贪欲武艺 略责行智 假代居慧 遗疾于难 而赖武之德 以莫其身 都说太子叶华 失从此行真人 和原始天尊 兼顾道法和仙法 是九重天上 从未有过的神童 凡间这些 对他来说 也是太容易了 一眼快 有眼快 有眼快 有家生了病娘子 纵然神童十字多 没有力气能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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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太没规矩了 竟然还在书院 就敢欺负少爷 就是啊 惹了他们十几日啊 走 就行这件他们去 走 不必 天君对自己的孙儿 就是如此狠心 连凡间历劫 也要让他施了手臂 真是好人多受罪啊 你说少爷那么好 老天爷怎么能舍得 让他少运着胳膊呢 真是好人多受罪啊 真是好人多受罪啊 老天爷怎么能舍得 让他少运着胳膊呢 出什么事了 出事 二芝在做梦了 我竟不是在做梦 你可认得我 不认得 你是谁 你是怎么进入我房中的 我告诉你啊 我呢 我本是青秋的一位小仙 窥得天机 直到在十年后 我与你有命定的夫妻缘分 所以今日 我就想来看看我未来的夫君 我是你日后的夫君 怎么看你这般神情 你是很嫌弃我的容貌吗 你很好看 此话可当真 我虽见的女子不多 画像上的也不及你半分 那你可相信我刚才说的 你我日后 有注定的夫妻缘分 嗯 我这里有一串珠子 她日我若不在你身旁 便让她陪着你好吗 我这里有一个玉佩 送给你 这个送给我的 嗯 谢谢你 我一定会日日佩戴的 好 我也会日日带着她 那我们便说好了 你不可再娶旁的女子了 我一有空呢 就来看你 等你长大了 我便嫁给你 我不过跟过来看个热闹 没想到我没想到 你这心思缜密的可怕 竟然连个小小少年都不放过 我不过是担心她在凡间 惹一些没有必要的桃花吧 都说我们白家最善疾的是二嫂 我怎么觉得 你更胜过她呀 四哥 我与你说你也不懂 这天上地下 就你最不懂女人 早选 又不懂女人 你可 bump人 你再去批肃因 我不是不不准了 我不是在这儿 你怎么会担心 要走 你去批肃衣服 少爷 你在找什么呢 我在找一个 叫青秋的地方 青秋 好奇怪的名字 我是日陪少爷去听先生授课 也没听到过 少爷 还是别找了 一会儿去问问先生吧 对呀 我们可以去问问先生 父子也没听说过吗 没有 我平生月书万卷 从未见过青秋二字 sh measurable wines 对呀 baik 我们可以给你送什么 感谢观看